有些人想問明星的秘史和關於江湖上的潛虛執的故事 我和書館找了雜誌看看 明星沒有什麼秘史的 有親都不放好東西 因為無謂 很多我也認識 有些人死了 世界無謂說 等於有些年輕人在中國城做過 你說來做什麼 可能有些年輕人在北京 那些叫什麼 無上莊巴 坐在桌上 不帶空圍的 又做過 搞得兩搞 搞了我太子 收起了整件事出來 突然又水鬼星成雲 有些人不應該說 英雄不敏出傳 還有最重要是 落煙花地出來應酬好 走馬頭好 做明星好 他都是有難言之隱 除了貪污去不太好 他都要出賣東西給人 他就白收藍人的錢 我們就無謂探人私隱 但是你有什麼有趣的江湖規矩 潛規則是怎樣的呢 江湖秘史的 江湖規矩多 他們可以看書多 如果是正式的人物 適當時間我就介紹一下 不適當時間 無緣無故拿一些東西來講 就不太公道 但是我們現在可以說一件事 有什麼稿子 當年有一個姓黃的明星 武打明星很早期的 拍過那些武打片 真的當自己很差打得 即是等於危康金融寫的小說 你那些人當武打得的 他做明星 白色武打片多 現在變了武俠巨星 以為自己來白色 就走在海穴酒店 聊一個Richards 關於Vsir時 他老公是當警察的 但是他老公當警察的狼 他原本不是做警察的 他就是做消防蓋的 因為他打西洋拳打得厲害 就被白賴人拔了他去警察部 代表警察部出賽打西洋拳 就拿了幾次冠軍 叫蘇慶成 那一場詞的兒子 他叫他來 一來到這個大哥 就當自己是大俠 大俠 說彈一下 躺下了 但他被蘇仔一嚇而已 很久了 就是姓黃的 我自己猜 有毫有益的 自己做大俠 就在海穴酒店 一拳 一拳 就躺下了 一招來 可言 所以那個人 你當作戲 人家來遷就你 大家都拍戲 你當自己這樣打燈嗎 就等於金融迷糠寫我小說鼓龍 我都在說 不懂功夫的 就等於陳茂邦 你甚麼差都不懂做發展局長一樣 就等於你那些 蘇錦良 那些吳克劍 那些 那些拆鞋子做局長 走出去講大堆理論 昨天晚上看完兩本書 出來說 有甚麼經濟專家 甚麼經濟學者說 對 因為是財政司 讀建築 做財政司 香港就是這樣死的 香港就是這樣死的 口哭哭 當被吸 大家都噁 說到 現在連二十多平安公里的地 都看不到的 鄧小平先生有說過嗎 講人治港 第一個問題 自己講 講的搞笑 真是搞笑 社會很少真材實料的人